新北市英格一間娃娃機店遭到竊賊偷竊 現在警方全力氣凶 黑色兵士急轉彎 園警一個劍部閃避 要是慢個半拍 差不多五十公分距離 園警就會遭殃 換監視器看得更清楚 警方接獲通報攔截圍捕 在地下道出口守株待兔 但黑色兵士大膽逆向往前衝 儘管園警拔牆嚇阻也沒在怕 企圖衝撞警方後踩油門加速逃逸 一台兵士的就逆向開上來 然後當下警察就下車 然後就持牆 然後賀子他就是坐標洞這樣爬向 原來駕駛是名切道犯 他開著兵士車 來到英格一間娃娃機店 拿鐵敲撬開對比機 偷走現金四萬兩千元後 還不忘了再去偷車牌 躲警察 三峽樹林土城警方 聯手追氣 發現嫌犯突破警网後 汽車逃逸 犯前車輛逃逸期間 並曾與樹林分局遭遠景發現 唯因犯前高速的即使 並趁機的脫逃 經本所漏夜清查 相關路口監測器 並順利於土城區 中華路一帶 巡獲作案用的車輛 及失切車牌 警方擴大料於監視器追人 逐以比對竊賢身份 希望用最短時間將人逮捕 不讓竊賊繼續開車 在路上狂飆 危害 用路人安全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 是彼此正在彴 Jahr 幾若 召喚 中華 coupe 正 感谢观看